癌症连续41年蝉联十大死因的榜首 有不少人在健康检查时 会选择多抽血来检验癌症指数 但是肾脏科医师王介丽却表示 他从来不会这么做 因为只是徒增困扰 但是也有其他医师认为 的确有人是因为抽血异常 才发现癌症的 而面对这样的争议 负责健康检查项目的医师也回应了 说癌症指数主要是让患者了解 癌症是否复发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 则会建议还是使用超音波 跟影像检查才比较于效果 全其一受抽血检验 随着健康意识抬头 不少人在健康检查时 都会抽血加验癌症指数 不过却有医师直言 这是完全没有用的检查 做了只是徒增困扰 但有医师认为 的确有人是因为抽血异常 发现癌症 筛检癌症部分 它的敏感度胺特异度 的确是不高 CEA所谓大肠癌的肿瘤指标好了 就算指数正常 也没有办法确保没有大肠癌 因为它是比较有 大肠癌有扩散才会高 已经到第三期第四期 那也有可能会表现出 癌症指数还在正常的范围 不建议民众单一去院 血液中的癌症指数 来判断自己是否有利癌 像是CEA上皮癌 培抗原招式罹患 大肠癌胃癌 乳癌 卵巢癌 还有肺癌 这个指数都有可能上升 如果只单靠 癌症指数 医师也很难判断 是哪个器官出问题 通常还要花很多时间追踪 加做一堆检查 最后可能发现 结果一切正常 因为这个指数升高 也不一定代表离癌 其实像是老烟腔 有肝病 或者是慢性肺阻塞的人 去做检验 同样会导致指数升高 抽血的肿瘤指标 主要有几个价值 比较高危险群的病人 去做定期的追踪 看他指数有没有上升 如果说已经确定 是癌症的病人 开完刀啊 做完化疗后 肿若高起来 就会先担心 有没有复发的状况 特别是健康民众 如果是担心自己罹患肺癌 竟应该去做 低剂量电脑断层 如果是怕有腹腔内癌症 则是可以做 从音播 或者是进阶影像扫描 直接对证检查 才能准确判定 记者 魏田如波聪 TBOT